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在去年以来全球洋行升息打击到了经济前景 引发科技业的大裁员 而在领书母公司Meta 亚马逊以及Google之后 现在苹果也打破了惯例 在最近裁掉了零售部门的少数员工 加上美国小非农就业数据疲弱 美国的经济是不是已经开始降温了呢 另外任意新总裁植田河南会在4月9号上任 如果接下来启动了货币紧缩的话 日本升息资金有机会可以回流亚洲 那么台股在4月会有旌旗行情可以期待吗 以及OPEC加宣布5月份就要开始减产 带动了国际油价的走扬 台松化的股价在今天可以说是逆势往上走高 台松化董事长陈宝郎说 这个油价接下来还会再冲一波 如果在今年存股的话 是不是存筑化股会比存金融股更来得好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大家好 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中国中 大家好 以及资深分析师许峰璐 大家好 好 产业美国经济是不是开始降温了呢 包括小费农就业数据疲弱 而且ISM非制造业指数呢 其实也是低于预期 另外包括苹果也开始要裁员 还有连麦当劳都要裁员 让大家觉得很讶异 因为最近的经济数据 让我们感受到一股冷风 看起来似乎经济真的有往下走的疑虑 虽然大家现在正在期待 礼拜五的一个非农就业数据 可是在非农就业数据之前 会有一个是ADP的就业人口的一个数据 我们都把它贯称为叫做小飞农 这个数据出来 三月市营部门招聘已经开始放缓了 而且他当然他这个就业人数 还是增加14.5万 可是你注意看一下 这个图形的一个变化 很明显相较于之前 就业的状况已经掉非常的多 而且大家预估是21万 你看很明显 比大家预期来得差 你看二月的时候还有26.1万 是代表怎么样 代表企业已经开始增加 减少他招聘的一个人数 而且这样一个状况 非常非常的明显 我们看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 他对过去招聘的状况 已经开始变得比较保守 是不是担心整个未来景气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数据一出来 大家就说这个数据这么差 那非农是不是会更差 那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代表已经经济放缓 当然如果只有这样 可能还不够 证据我们可能要再多一点 所以我们再看一个是 最新公布三月的ISM非制造业指数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非制造业 因为实际上在美国 制造业跟非制造业都同样的重要 但是一直以来服务业确实是 美国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而且大家也有印象 这一波其实服务业增长的速度 非常的快 还有通膨的部分 也是因为服务业一直压不下来 可是最近这一次所公布的 三月份的ISM非制造业指数 既然一口气 怕一个掉到51.2 如果我们从图形上来看 很明显是不是已经来到 近期来的一个低点 而且当中更重要 当然你说这个是整体的 我们看一个新订单的部分 是大幅度的一个疲弱 代表原本挺住的服务业 也开始往下走了 那当然在这两个看起来 你说那业界的情况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我举三个公司让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是苹果 因为苹果一直以来就是这一波 从疫情过后 虽然是科技业当中 他都不裁员的 而且股价一直维持非常稳定 但是你看最近他要求 零售部门的员工 要重新应征 应征职务 什么意思 就是我本来在这儿 然后你要叫我换别的岗位 内转 内转 那能不能转成功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重新应征 不是转 一定转得成功 如果没成功 反正就是裁员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们 他就是要叫你裁员 就是要裁员 然后你看负责全国 苹果这么一定开发的团队 美国 欧洲 亚太地区 你就发现说 他不是针对某一个地区 他是全球都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这个是苹果 其实我看到麦当劳的讯息 我更讶异 为什么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麦当劳其实去年 整体的一个营运的状况 美国地区是成长超过6% 然后全球是成长超过9% 大概9.5%左右 那看起来他比所有的企业 整体的状况来得好 可是你知道麦当劳怎么讲 他说我们的营运获利会增长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 营收能够增长出这个数字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涨价 所以他说其实来客数没有成长 反而减少 还有客单价也减少 所以他说我的营收能够成长 其实他心里面知道 当然他自己没有这样讲 但心里面我们很清楚 他靠的是什么 涨价 那一直涨下去 萊克数一直减少 那整体的客单价也一直减少 客单价也就是大家点的东西 每次点东西的总价都变少 像我都是点薯条 汉堡我都不敢点 太贵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你看 他发了一个信件说 这个内部信 他说但是麦当劳自己是没有说 没有这样 因为这是内部信 本周一到周三在家工作 而且要关闭美国的办公室 组织还要重整 他不承认说他们要开始缩边 但是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有最近一个最明显 他们很多的店 开始减少人力的需求 比如说自助点餐 甚至在德州有一家店 就是从头到尾都没人 都没人 他说这样效率更好 效率更好是不是代表 意味成本的一个降低 所以麦当劳已经让我们看到 而且照道理这一波 疫情过后通膨当中 不是很多都说 麦当劳还是吃麦当劳最好 因为没有受到通膨的影响 可是照这样来看 这个冲击已经存在 还有一个 我觉得最近我在看这个 通膨上涨过程中 很多人都都po他去Costco 注意是Costco 不是Costco 发音很重要 然后很多人都说 他去Costco 为什么 很便宜 一次买很多 他还是觉得 没有感受到 那个通膨的一个压力 可是你看 Costco它三月总体销售 而既然下降了1.1 代表什么意思 越多人去买 怎么会营业人反而越下滑 代表大家整体的购买力 有没有受到影响 肯定有 所以你看他这个除了汽油以外 因为汽油是涨价的关系 所以你看这是2020年4月疫情以来 最差的一个表现 代表什么意思 不管你从科技业的巨头来看也好 从我们讲 其实麦当勒已经算是一种必要消费了 对不对 因为几乎大家三餐 尤其是在美国 而且它算是比较便宜的餐了 然后再加上Costco这种生活周边 所有会用到的物品的商店 全部都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在反映 我们刚才讲的经济数据 不管是就业人口也好 不管是ISN非制造业指数也好 而且这种 对于这种景气衰退的预期 反映在什么 反映在黄金上面 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这段时间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银行业的一个问题 大家把钱领出来 因为害怕 因为流动性的问题 不知道把钱拿到哪里去 那这个钱这时候 大家就放黄金 去买实验机公债 最近真的是标高 快要创历史新高 可是假设是因为担心 银行的流动性问题 去买黄金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因为他买了黄金 后发现银行也没有怎么样 然后这个联总会也说 会出来这个帮助 可是最近为什么黄金 还一直在往前充 而且持续的充历史新高 一直在充 你知道之前是2020年8月那时候 大家记得反正疫情 还有中美之间的关系 曾经充到2080 盘中最高的时候 现在又持续的创历史新高 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大家担心 未来如果景气衰退 你握在手上任何的钱 都不是钱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只有黄金 还有机会 而且拿出来 万一家里有这个窃子 还可以当武器 因为他打到人也是很痛的 然后包括在美元的部分 也持续走落 美元走落 当然背后反映一件事情 是不是联总会 他最后因为景气真的衰退 会因为有这样的单约 就不敢再升息 美元已经在反映这件事情 而且原本的反弹 最近又开始走落 当然反映在十年期公债殖率 尤其是短年期的 二年两年期的公债殖率 其实他可以更及时的去反映 利率的现况 也就是说我们对短期 利率的一个思维 你就会很明显看到 红色这个部分 我特别跟大家讲 他殖利率下滑的速度 非常的快 代表大家认为短期之间 利率要在持续往上调升的可能性 已经大幅度的下滑 而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我们去看五月份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你现在谈五月太早了 其实也不会 一个多月的时间 大家已经开始在揣测 为什么 因为这些现象 已经开始反映在黄金 美元 实现金共债殖率 为什么 我们去看这个利率目标的预估 就从利率期货 大家开始 我压哪里压哪里 他去统计的结果 既然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五月份 可能不升息的几率 比升息一码的几率还高 虽然还高没有很多 因为这是55.1 然后这个是44.9 所以过半是认为说 是不会再升息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近期 整体的状况来讲 已经不是旧银行的问题 而是说整个经济 已经打到你BORN 你不是要让他衰退吗 确实数字已经看出来 已经是这样 那你五月份 还有必要升息吗 我不要求你降息 但你是不是至少 不用再升息 好 当然克里夫然 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 没事他说 就跟我们刚才讲 他说你现在讲这件事太早了 对不对 你12月才生日 你现在在讲什么庆生会 对不对 太早了 然后而且他说 应该还要再上调 但是你注意他这句话 其实还是埋了一个伏笔 他说还有很多数据要看 还有很多数据要看 然后我们在看当时的状况 他其实有没有完全的否认 不会升息这件事情 不敢把话说死 他认为说应该要再升 但是还是要看状况 对 所以他讲的数据是什么 很好玩 接下来马上要公布费龙就业 还有下个礼拜的CPI 这两个数字公布以后 我们再看他们的态度如何 刚成员待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就是出现了 经济衰退的一个担忧 所以接下来美国联准会 在五月份到底会不会升息 大家非常的关注 当然除了美国的升息之外 还有的就是日本的部分 日本会不会也升息呢 主要是因为日营的新总裁 直停河南 四月九号他就马上就要上任了 那么接下来他有可能会采取 不一样的做法就是紧缩货币 如果说日本方面呢现在是一旦 他们升息的话 要请教这个国中哥 资金会都到亚洲 那么台股会跟着受惠吗 台股当然会 台股其实不管是今年 有没有受到日本这个 所谓的利率的变化的看法 我觉得来讲上次我们 特别提到说 今年是一个特别 给市场上投资人一个 投资的机会 因为今年的投资 只要你会分辨 今年是西元年 是基数年 偶数年 你就可以操作股票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是西元基数年 我上次提到过一月涨 二月涨 三月可能会 应该会涨 结果后来发生矽谷银行 那也曾经出现 比较明显拉回 但是最后面 还是缩盘是涨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的行情 今年是西元年 二零二三年 先搞清楚西元基数 你看一月份涨八% 我叫做惊喜行情 因为过完年之后 马上就大涨上去 二月份轻松行情 一点五 三月份轻松行情 因为这边已经大涨了 三月份叫惊吓行情 因为矽谷银行 瑞士信贷 四月份我给它叫做 所谓的一个旌旗行情 为什么叫旌旗行情 是因为一月份涨 二月份涨 三月份 四月份呢 有可能会再涨 而且我预期应该会有涨到 五百点以上的可能 五百点以上 五百点以上的可能 那这些时候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的历史数字 我们看一下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这边涨 这边也涨 这边也涨 而且你会发现涨更多 一九年涨 也是这样的情况 涨更多 一七年涨 至少它两个是一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三年 这边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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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更多 换言之过去 我们从过去的一三年 一七年 一九年 跟二一年 都有出现这种 前三个月都上涨 那四月份涨更多 所以本来台股今年 就有这种克服的状况 那或许大家想说 会不会是刚好那么巧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五年 激素年 涨 涨 跌 涨 但是小跌 那四月份呢 还是涨 然后再看一下 一一年 涨 跌 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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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也是涨 换句话说 不管是前三个月是涨 或者是怎样 只要你会分辨 今年叫做激素年 或偶数年 激素年的四月都涨 一一 一三 一一五 一七 一九 二一 四月都涨 二三年 所以呢 你可以预留二零二五年 下次还可以再复制 这样的情况 ok 好 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按照 这样过去的上 来跟各位来做一个分析 四月的涨幅 高于或等于 这个三月份 那四次的平均 大概是三点二个percent 如果按照这样算 三月底的收盘指数 在一五八六八 我们再传算的话 大概会有涨五百零七点 也就是说有机会 来到一六三七五 那假如说呢 这个我们不算 因为是零点六 比较小 尤其上个月 还经过这个矽谷 矽谷银行 瑞士新代 这么严重的情况 这个大盘还压不下去 各位可以发现到 过去的三月份 跟二月份来讲 三月份不太容易 会超过二月份 涨幅 这次竟然还比他高 换句话说 潜在的买盘是非常强 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我认为说 这样子的话 把这个拿掉的话 我们再用三次来计算 大概的话 他可以再 甚至可以涨到六百五十点 如果我们只要中坚持的话 大概我们合理的保守 来预估的话 这一波在四月份的时候 大盘只是有机会涨 五百七十八点 也就来到一万六千 四百四十六点 那今天 开盘的时候下跌 我觉得来讲 很好 多了给很多投资人 一个更高的机会 更高的机会 我想这个是 从这个四月份的涨幅 比过去的三月份涨幅来个高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样我们看 刚刚我们所看的一个 日本的 我们看上一页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的美元 开始已经出现一个 有一点走落了 包括市场上 对美元的升息的态度 已经趋缓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就是大家认为说 四月八号黑田 这几天要借满下台 然后直田要上台 就刚刚主持人 这边提到过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月线跟基线 它已经出现向下交叉了 那事实上来讲 大家都已经在担心 这边的一百点八的部分 美元的一百点八 它是不是能够撑得住 那现在来看一下 它已经开始走落 而且最重要是 连线已经开始出现一下弯 那我可以讲一下直田的部分 直田呢 他的老师叫废雪 那废雪教过哪些 教过伯兰克 交过这个所谓的 前美国联总会主席 Bernicke 这些都布兰克 都是他们交的 或者是德拉吉 都他交的 那大家认为说 对直田的想法 大家说 如果是用零利率的话 那么这跟黑田 那之前做十年的央行 那不都是一样吗 那加上最近这几年 通膨的上涨 那日本是少数 大家还是因为 饱受零利率的因素 而让他们这个通膨压力 比我们还更大 所以大家认为说 有人会认为说 直田是不是来颠覆挑战 过去的这个 日本的零利率 过去都一直宽松 零利率不可能的政策 对 所以我觉得来讲 会不会去颠覆过去 这十年零利率的想法 不知道 但是呢 大家有给他取一个叫做 日本柏兰克的统治 那种我这位来讲的话 大家就看这个礼拜 因为预设未来的美元的升级态度 是如何 我觉得来讲 先看这个礼拜 他的一个想法是如何 但这想法也会影响到 后面的下个礼拜 国安基金的一个想法的部分 我们再看下一页部分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台股的走势 台股呢 现在目前的走势 高档追价会因为外资的买盘转强 虽然今天外资有小卖 不过我认为说美元弱势走势 是他会让整个大盘他会回来买台股 我们上次跟哥哥提到过 台湾的股息的殖利率 有刚近五个percent左右 那台湾呢 又有所谓的半导体这种强项 那我觉得来讲的话 就近期看起来外资 这边有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偏向比较买操动作 我认为他有机会买 那就目前来看 大盘成交量并不是很高 其实上并不是很高 这个大盘的整个筹码非常稳定 所以我认为说 季线影像上穿这个连线的部分 整个大盘格局 我认为会变大 而且MACD目前已经有做翻扬 为了拉伏格局并不大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礼拜 过完年假开盘的第一天 既盘中有成天出现重挫 但是收盘的时候 还是有说一个小博的一个下影线 显正来讲话 四月份我认为有机会 尤其一月份 如果二月份三月 都有这样经过那么重重的利空 来测试的话 我觉得来讲 四月份倒是可以还期待更多的行情 所以涨多休息一下也是合理的 很好 我就给很多人一个机会 刚刚国中哥带我们看到 台股在最近的确是有涨多之后 休息这样一个态势 其实美国的科技股也是如此 特别关注的是在特斯拉的部分 特斯拉公布在第一季 他们总共交付了 四十二点二万辆的这个电动车 这是创下的单季新高 但是风路很奇怪的是 它的股价在周一的时候却重挫 超过了百分之六 反倒是这个充电桩的业者EVGO 他公布的这个上一季的营收是超乎了华尔街的一个预期 结果股价在当天是大涨超过了两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天壤之别 差距还是在于第一个特斯拉其实在一月份 它价格最低得到一百零一点八元 它是从一百元已经涨到两百一十七元 这波段的高点 仅仅用了一季的时间 那他公布了第一季 交付的是新的数量 创新高四十二点二万辆 但他同时他其实一直在降价 我们知道他在中国大陆降价幅度非常非常高 他要去跟比亚德打对抗 那在中国整体的车市不只是电动车 燃油车也是全面的杀价 我们之前的节目中有提到过 光是在两家公司 尤其是特斯拉跟比亚迪这两家 最主要电动车 他们的获利方面差距有多大 卖一辆电动车比亚迪才赚八千块 到一万块不到的人民币 但是在整体的特斯拉 整个他部分来比 他可能可以赚八万到九万 一个是赚八千到九千 一个是赚八万到九万 这个毛利率差得非常非常大 但是未来在整体的状况之下 因为美国线动车的规定的补助 新的出现不太一样 他只要还是要补助自己国内的 国内的电动车的厂商 零主件的供应商 还有就是关键原物料 他希望国内厂商可以有 那你包括说电池 这是核心 就像燃油车的话是引擎 那电动车就是电池 电池零主进还有关键的矿物 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看说 大家可能在想说 现在看起来 经济数据好像不太好 我刚才陈一克也提到 ATP就位数据就不好 那会不会比较不想买车 那补助又没有这么容易拿到 会不会不想买 再相当中国 其实他们整体的电动车补助 大的已经结束 现在只剩下一些购置税的补贴 所以市场会有这样的疑虑 但是大家要记得 整体电动车的成长 它是不会变 还是要往上走 可是你看电动车整车 我之前提过 我对整车 他现在要杀价竞争 这应该不是主战场 可是你要去做 终端的配置的部分里面 要去做的就是充电桩 你有买燃油车 你要有加油站 就一定要有充电桩 有电动车 你也要有充电桩 这个的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电动车是趋势 它一定会越慢越好 尤其它降价之后 但是整车的部分 不是主战场的 现在就是要看 我认为现在不是主战场 可能还要再经过一块的 杀价竞争完 我發現很多美国的新创的 不管是Ravian 或者是Lucy 他们其实好像经营得很艰辛 所以我会认为说 现在你要去看 它的这个充电桩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 营收好 股价 它就涨 但它获利都没有 亏损幅度小于预期而已 它还没有全面的大量 可以真的开始获利 那我们再来看说 在整个通用的汽车的执行长 他有特别提到说 新车销售会成长 不只是电动车 当然电动车成长也会多 那他认为在整体市场里面 反而最看好的还是我们国内 绿能机油升台达电 但我要跟大家来报告 我们看一下技术面 因为技术面上面来讲 在整个充电桩的题材里面 我们再看 全球成长动能非常强 这我们刚才说过了 其实2022到25年是最快的 那如果到2030年的话 其实平均的复合成长率 是12% 那这些这么多的车要卖 那你还要有充电桩 对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要国家 因为全球50%以上的电动车 这是卖给谁 中国大陆 他有一百八十万座充电桩 是公用充电桩 私人的不算 但他的目标是 充电桩比可以从 现在的数字 2.42比1到1比1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那就代表说他未来 起码他在增加 超过两百万座 这个数量很大 美国他们的法案是预计到 2030年才要增加到50万座 但血量空间也很大 未来的成长空间是非常大的 对 没有错 那日本的话 因为他们现在是整体只有三万座 未来也是要成长到五倍 十五万座 欧盟三十万座 但他很快 他二零二五年就要成长到一百万座 后年就要到百万座 所以现在到底是车 不管他卖不卖得动 我基础建设 一定要做好车 带动他未来汽车的卖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 现在我们看相关车厂的一个部分 那台达电我们说他是机油生 但他股价就比较不容易往上持续空 因为现在指数还没有往上大喷嘛 对 那价格其实也不便宜 所以我们要找相对 为这些价格也比较便宜的 那今年来看一二月营收年增 比较小 我觉得股价走会比较快 在充电庄里面 我们先看 主要的切入到美国VOLTA充电庄 控制主机的舰机 我们之前有提过 他的集团是宏奇集团 那你看 当时候在这里 为什么跳空往上大涨 这一段 公布了二月营收 年增一百百二十 年增一百一百百百百百 还月增一百二十百 结果就直接走这一段 那他已经整理的非常久 所以我认为最近要公布营收 可能还可以做期待 可能又另外一段 其实很不容易 月增年增都在一倍以上 是 而且他有機會 在接下來公布三月營收 再往上走 那另外飛鴻的話 背後當然我們之前提過 是台泥 對不對 那他其實也走了這一大段 他營收還沒有快速的一個增長 不過因為那子公司的持諾瓦 他在去年成長 大概將近4.8倍 今年預計還有成長2到3倍 空境還是很大 那他也有機會跟殼牌做合作 我們之前提過 殼牌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公司 他要蓋什麼 他到2030年想要蓋到 250萬座充電樁 他想要蓋這麼多 他也跟他有合作 他也有機會 好 那營收另外一個 一直都非常強的是在紅寶 他只要是做充電樁的 無人支付的POSE機 去年獲利不錯 超過八塊 今年應該有賺八塊到十塊的實力 如果狀況更好 有機會再往十二塊挑戰 那股價最近是有拉回 因為創高拉回的話 我認為營收 如果能夠表現不錯 應該還有一段再往上攻 那目前來看 整個營收報告表現最誇張的 我們剛剛看一百Percent 已經非常強了對不對 我們來看這段股票 這個大家比較不熟 聯羽 他現在主要的產品在 北美的充電樁 充電樁的電子支付系統 他厲害的地方在說 他的電子支付系統 是跟美國的金融去做結合的 所以他的相對的安全性會比較高 重點他的營收也非常強 二月的營收一點五九億 請大家看 年增多少 六倍以上 六百四四 Percent 所以三月營收應該市場上 也是持續的預期會變好 那他整體的一個股價 其實超級強勢 整體今天才剛剛又創新高 我認為這些的個股 投資人員都可以去找機會 但說量之後布局是最好 那整體的趨勢 我認為電動車或許整車 我現在看比較保守 但是在基礎建設充電樁 我覺得投資人員 我可以去找他的一個商機 好 剛剛風露帶 我們看到是在電動車市場 不過我們說到 在整體的這個電動車的銷售 其實比亞迪 現在已經威脅到了這個龍頭特斯拉 是不是接下來這個人民幣 也會在國際上 威脅到美元的一個地位 在央行的這個報告當中 就特別提到 中國已經成為西方制裁 俄羅斯的一個破口了 俄羅斯擴大 跟中國大陸的經貿合作 貿易額呢 現在是創下新高 那麼人民幣也逐漸發展為 歐亞大陸北部區域性的 一個貨幣 要請教英老師 人民幣真的很有可能 會成為歐亞區域性的這個貨幣嗎 它的主導性越來越強 我想在俄烏戰爭發生了以後 那這個歐美這些國家 全面的在經濟 貿易 金融 各方面來抵制 制裁俄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俄國逼著所有的這種東西 都賣給中國或者印度 比如說能源全部都在賣給這些國家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2022年就是去年 這個中俄的這個雙邊貿易 突然成長了百分之二十九 接近百分之三十 總共是一千九百零三億美金 這一下增加這麼多 那對俄貫來講呢 你的奴布在國際上醒不通了 沒有人願意要 然後你美元又被抵制了 所以他就想到了 我就是賣東西給中國 賺人民幣 然後我到任何一個其他的國家的時候 我全部都付人民幣 所以在今年的三月 這個習近平去俄國的時候 普丁就告訴他 就在這邊講 就是說在俄國跟亞洲或者非洲 拉丁美洲 所有的國家之間 他的結算交易都要用人民幣 來取代美元 這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美元你也沒辦法用 然後盧布人家也不要 所以你只有用這種方式 可是這樣子一來以後 就把人民幣整個捧出來了 所以說我們看整個這個世界 開始慢慢的 這個人民幣技嘉的交易 開始越來越多了 那在全球市場上 我們回過頭來看 這個人民幣 它的這個 佔全球 這個我們的外匯市場的這個比重 其實只有2.44% 這個是Swift 這個統計 然後國際貨幣基金 說人民幣在全球的這個中央銀行的 外匯存體裡面的總數 佔的比重也只有2.88% 所以佔的比重都不大 好像重要性並不足以讓人家擔心 不過話一講回來了 這個中國大陸的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而且它的這個用購買力評價來說 它世界第一大了 然後它又號稱是世界工廠 那它的經濟潛力發展非常的雄厚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現在曉得運行之後 所有的國家現在都在往摔退走 尤其通膨 可是中國大陸在這種情況下 它的那個經濟成長率 大家預期至少還在5%以上 超過了所有全世界的所有的國家 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個中國大陸的這種潛力 大家對這個人民幣的未來看就看好了 而這個在這個有個研究機構叫CEPR 就是這個歐洲的 他指出來 他說十年前 國際貿易市場上非美元不可 你沒有美元你就走不動了 可是現在開始鬆動了 也就是說近年來人民幣開始出現了 可以取代美元了 而且人民幣大概有2000億美元價值的 人民幣境外市場出現了 在這個境外市場裡面 這個發票跟貨幣都是以人民幣計價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個當然還有一個就是人民幣的清算 這個這種交易機制 中國大陸也建起來叫SAIPS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人民幣好像已經站在一個隨時可以衝出來的地位上了 不過所以這個華爾街就有人這樣講了 說美元過去像一座冰山 北極的冰山硬邦邦的誰都動不了 可是現在發現氣候的話以後 這個冰山一塊一塊開始融掉了 所以開始慢慢轉變了 所以我們講的這個CEP它就指出來 它未來幾年裡面 國際金融市場可能就會轉換成一個多元貨幣 就是你美元不是唯一的了 而各種貨幣都會出來取代 大家都不用美元做交易 這中間當然涉及到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就是人民美元在國際上 這個美國人太多 因為是獨霸很久 所以太霸道了 所以中國大陸也會希望人民幣慢慢的去取代美元嗎 Well 這個中國大陸 人民銀行的官員 私下曾經表示過 中國大陸並不希望 將來人民幣會變成美元一樣 變成唯一的貨幣 他們自己其實並沒有這樣吸 原因很簡單 就是1944年美國羅斯福佈局 把美元變成全世界的唯一的貨幣的時候 它忽略了帶來了很多的後遺症 尤其是對美國的經濟 因為大家都要美元嘛 所以要賣東西給美國 來換取美元 在市場上才有的 才能到國際市場上去做交易 是 OK 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就年年都貿易利差 而且這個貿易利差是越來越大 大到現在 這個美國經濟也受不了了 所以每一任總統都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他們都沒有辦法解決美元 因為是國際貨幣所帶來的這個後遺症 當然另外還有個現象就是 美元被美國人當作武器嘛 對付所有這個不聽話的對手嘛 那這種做法就讓大家看了 就是說 你這個美元如果能對付俄國 那明天會不會對付我 對付其他的國家 那這樣的話 大家不是這個根本就沒辦法 到國際市場上去了嗎 所以大家就開始走去美元化 所以在這些背景之下 這個我們看到這個 還有一個更糟糕的現象 就是美國為了要 國內的經濟出狀況 他為了要解決國內經濟狀況問題 那年準會一動一出手 國際的美元市場就出現問題 就有就會產生什麼呢 這個金融這個危機或海銷 比如說1980年的 拉丁美洲的這個金融危機 這個還有嗎 這個我們看到的金融海銷 19 這些都是 包括現在 年準會為了要 解決美國國內的通膨問題 他下了重手以後 全球現在都 這個金融都亂成一團 是 所以在這些背景下 人民銀行的人也看得很清楚 我如果也變成美國這樣的話 將來我自己也沒辦法掌控 這個國際的狀況 所以他們也會非常的小心 所以他不希望美元獨大 但是也不希望就是人民幣去取代美元這樣 根本沒有想到要取代美元 那將來就暫時 未來的這段時間 可能就是 這個多元貨幣 很多國家貨幣 甚至有人說 將來這個經濟區塊慢慢形成了以後 全球的經濟區塊 每個區塊會有它本身的貨幣 所以說整個這個世界已經不是我們講到的 這個二十世紀美元獨霸的環境了 我們現在新的環境裡面 我們大家都面臨了一個新的金融形態 所以大家要 其實要心裡要有這個準備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注的是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這個電動車是未來的趨勢 稍後來看 這是全球第二大的鍛造輪圈廠巧新 它曾經被市場傳出說 這個公司快要完蛋了 不過它到底是如何逆轉勝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我們先休息一下